今天再试做口袋模 现在再给这第一面好了 然后给它翻面 这是发面 好 第一锅出锅了 拿一个试试看 切开 看是不是有口袋 有口袋吗 大家说了算 是不是口袋 还真是口袋呗 半个口袋模 那边放了半个虎皮鸡蛋 木耳 半块豆腐 胡萝卜 然后还有青椒埋在底下 买的东西还蛮多的 来一口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口就吃了一半了 下一锅还可以做大一点 因为切了一半以后就比较小了 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还是可以做这么大 但切的时候呢 只切一个头 然后这个口袋就大了 剩下来的这部分就大了 哇 不错 这个做给猎同学吃 同志们看看 这个口袋模 这是从头把它切起来的 不是说切一半 这样这个口袋就大一些 作为口袋模来说 我认为是做成功的 因为里边我塞了很多的东西 使劲地塞 这口袋都没破 你看 非常的完好 鼓鼓的 猎同学 你来尝一尝这个 萝卜脆脆的是不是 非常好吃 做完了口袋饼 现在再做几个大馒头 搅了一个麻花花卷 上锅蒸 好久没吃大馒头了 今天要节节餐 馒头也蒸好了 硕大的馒头 看这一个 一个有半斤 好吓人啊 这是一个大花卷 最后一个出锅 大麻花辫 大麻花辫 整直的这个花卷 让我想起 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的 大肠辫子 胡乱联想 什么事情都想到年轻的时候 因为一去不复返 所以特别的留恋 嗯 嗯 今天又是 口袋膜 一大堆的口袋膜 还有大馒头 嗯 好吃 这个花卷也好吃 其实里头没什么东西 就放了一点点 油 盐 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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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